媒体报导现在传出说可能让沈柏阳去选花莲的区域立委 我的质疑就是是不是沈柏阳他的人缘不好 因为他现在是不分区立委 如果表现得好的话可以连任一届 现在就要把他推向成区域立委 恐怕是有人对于沈柏阳的不分区立委的表现事实上不满意吧 而且说沈柏阳他批评傅昆奇的力道很深 所以可以去反制傅昆奇 这也是非常奇怪的说法 沈柏阳是黑熊学院的院长 他自以为说他对认知作战非常理解 难道他是要到花莲去做认知作战吗 而现在民进党准备在台湾街头演讲 这根本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大家都知道民进党是要假所谓的街头宣讲行罢免之时 要呼应当时清鸟行动提出20多个国民党立委的罢免名单 所以假为就是民为要去宣讲 事实上是要发动罢免 而民进党的党团总召柯总召更是非常的好笑 他继续的讲说有六个漂白机会 希望蓝白立委来归 这真的是笑死人了 到底谁应该漂白呢 柯建民总召常常胡言乱语 而且动不动就批评这个批评那个 真正应该漂白的应该是柯总召自己本人吧 沈柏阳说民进党过去主张的国会改革 因为太难所以没有做 我觉得民进党是个废物党嘛 自己执政都多数了 结果说没有推国会改革的理由是因为太难了 那要你执政干什么 国会改革法案过去三十年来 民进党无数的前辈 奋力的主张提出法案讨论了三十年 最后到民进党执政多数的时候 沈柏阳竟然说因为太难 法案很难写 所以就不推了 这是什么样的烂理由啊 沈柏阳反映的难道是民进党的新生吗 所以可以看出来民进党所有所有 今天反对国会改革 都是借口都是谎言 就像沈柏阳也讲 包括所谓的这个 一直在这个扣红帽 或是一直在所谓的 呃 造谣 说所有的民众都会被这个听证调查约谈 事实上听证调查在法条上写得很清楚 必须跟立法委员的职权相关 必须经过院会的决议 也有所谓的拒绝政言权 民进党就是说谎不打草稿 反正呃就是一个撤头撤尾的谎言党 所以讲白了 沈柏阳其实等于说的真心大白话 民进党就是摆烂说谎 然后看你要怎么样 柯建民点名哈 我们国民党捍卫民主 捍卫国会改革的宣讲谈 点名罗志强 我谢谢柯建民的排举哈 事实上其实柯建民点名我也是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我要去宣讲的 其实不是宣讲罗志强对于国会改革的理想 是宣讲你柯建民对国会改革的理想 民进党为国会改革奋斗三十年 柯建民甚至还曾经主张过非常极端的做法 是什么呢 他说人民如果不服从听证调查 说谎的话要关七年 这是柯建民曾有的主张 我们还是温和版的 是柯建民的温和版 我们主张今天只对说谎官员最高 法一年 关一年 然后呢对于一般民众是没有刑事处罚 所以民进党为什么今天这么害怕国会改革 就是要捍卫说谎官员 那么柯建民点名罗志强去当宣讲团 我觉得这是非常正确的一个推荐 为什么呢 我会代表柯建民进到宣讲团 打脸现在的柯建民 用过去的柯建民打脸今天的柯建民 现在针对民进党要下乡宣导反国会扩权 那国民党6月15号也要开始下乡宣导国会改革 而且第一站就选在赖总统的本命区台南 那现在怎么看 其实赖总统上任还不到一个月 那我们当然都知道立法院就是最高的民意机构 最能够代表民意 那我们希望大家都不要双标 以前立法院民进党多数的时候 那时候就已经一直以来说要国会的改革 现在立法院民进党昔日少了以后 那同样的主张 但是他变为说这是国会扩权 我觉得这是双标 那我想我们现在重要的 那是应该要让整个台湾更加的稳定 更加的安心 尤其是刚上任不到一个月 应该是要朝着这个方向来安定民心 那提出最重要的一些民生法案 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赖清德总统上任以来 对于民生福祉是非常重视的 尤其我想不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造成渲染大波 那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那民众其实没有深入了解的话 非常非常难以判断 难以定夺 那我想最重要是要安定民心 稳定民心 那现在其实民众最关心的 尤其是我农业大县关心的 是国土计划法上路以后 我们所有的百姓的权利放在哪里 尤其是农民未来 他本身的一个权利 受到相当大的一个严重的一个损害 包括我们农地的价格远远不及 未来可能有很多的这些住宅用地 工商用地 那我被判定只有农地使用 只能从事农业的这个工作 那我想这个差距太大了 那我只想为我们农民来伸张 他们的一个权益 那我也希望整个中央政府 应该是要将国土计划法上路以后 所有的冲击会面临到什么 应该把这个重点 这个政策让我们全民都知道 知道说我的权益在哪里 我们受到保障 那这个政策对我是不是牺牲太大了 我觉得应该是下乡 来跟全民做这方面的宣导比较重要 面对民进党中央准备让青岛飞到台湾各个角落 要举行这些街头的宣讲 其实国民党也有所准备 我们的主发会主委 徐宇珍事上已经通知我们所有的委员 告诉我们 在党中央也准备要在22个县市 举办大型的街头宣讲 到时候我们委员也要身负重任 要到街头去跟人民去做宣讲 国会改革 绝对不能只有民进党一方扭曲 照谣的声音 那么至于相关的细节 目前党中央还没有进一步的告诉我们 但是我们会全部都准备好了 我们一定会走向街头 跟我们所有的人民来面对面的沟通 告诉我们 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国会改革 国会改革不是立法的扩权 而是要查特权 要查真相 查弊案 国民党要成立宣访团案 反罢免 反富裕 这是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创意 可以得正式诺贝尔奖 所以我整个国民党的整个口号 以及他的这个主事节 以及他团队 我都帮他想好了 反富裕 反罢免 就等于反宣政 反民主 就挺扣权 挺乾坑 那国民党的核心 这次的活动 创意总监 朱立仁主席 你要不要烦恼 所有活动的创意 主事节 标题主事节 以及这个宣导团 我都帮你想好了 请国民党 所有立法委员 不要躺避党车以软及时 向宣法起名义 起乃歸 霸美升起 每一个人都在退役责任 都在逃避 不管是什么 柯智恩 李彥秀 大家推来推去 韩国瑜也要落跑 也要假装是 他是一个中医的人 没有一个人可以姓名的 当霸美升起的时候 昨天就看到很清楚 没有一个人敢进来 表决洗手 但是呢 国民党有这种义勇军 他们要组织先导团 来对抗民意 我们非常期待 反正这是新进来的 很廉价取得全力的人 因为靠蓝白盒 这样一个 一个势头 当这个势头不见的时候 我不相信你们还用挺着腰 还用紫东紫西的 请免大家挺着腰杆 全部一排人全部站出来 这个是历史上最坚强的 反民主宪导团